11月6日 内蒙古包头一夜银白 有牧民推开门发现 外面激起一米高的雪墙 包头市达茂奇气象局局长介绍 牧区风大容易积雪 以前也有过类似情况 但积雪没这次厚 雪量也没这次大 该局长表示 这次降雪对交通畜牧业有影响 但对土壤保伤有好处 受降雪影响 11月6日7时38分 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融屋高速1742公里处 多辆大货车与乡市小货车连环相撞 人员被困 当地消防立即调派三车15人赶赴现场 目前救援仍在进行中 也提醒大家出行小心 迎来大雪的不只有内蒙古 中央迹象台11月6日6时发布暴雪黄色预警 预计6日080至7日080 内蒙古中部 河东南部 山西大部 北京 辽宁西部等多地 部分地区都有大大暴雪 随着来的还有降温 局部地区最多降温16度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 受此次寒潮过程影响 降温幅度在60摄氏度以上的地区 覆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1% 影响11.8亿人 盖面积的 方向后